今天大家下關心的是 俄烏戰的一個最新進展了 因為現在傳出說 俄羅斯即將就要佔領紅軍村了 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 你看看 直接往裡面打進去之後 即便你庫斯克這裡 你守得很好 你就真的拿下來 變你的領土So what 因為你的水師 可能根本就是超過了這個收益 最主要原因還是因為 在紅軍村裡面 他基本上五條公路 一條鐵路交通要到 另一部分則是 其實他在進攻的同時 他也形成了包圍圈 然後他就直接把你的這些運輸線 我們剛剛講的這些重要的據點 你要去哪 通通都把你截斷起來了 如果是這樣的話你要怎麼打呢 另一個部分則是大家講的 說在8月份的時候 就以每天平均推進15平方公里的速度 在烏東這邊佔領大面積 那相對什麼 相對的就是說第一 這邊推進之後 戰了他就不會退 第二個是如果現在9月 那我再往後推幾個月 戰事 夏季戰事即將要暫停之後 你可能也奈他莫合 那你會問會不會就真的是 印了普京的說法 說烏軍現在反空庫斯克 反而讓我們更容易實現 拿下頓巴斯 因為本來頓巴斯我這邊 還沒有辦法拿很多 結果呢你把所有的重兵 通通撤到了庫斯克去之後 我真的是長驅直入很好打 那你會問烏克蘭現在是什麼樣的狀態呢 烏克蘭呢他們現在就在講啦 說俄羅斯你其實真的不回防嗎 你也有回防啊 甚至呢我也看到了 你有7台車我們就直接把你炸掉了 而且呢你在黑海這邊艦隊軍港 我也在對你進行攻擊 但即便是如此啦 那某種層面上面就是前置的烏軍 他在回防的速度 又或者是說呢他可能在 盾手 困手這個烏斯 盾庫斯克的同時 他是不是也要來對這一些的 不同的攻擊來進行作戰 俄羅斯這邊呢甚至還派出了蘇三四 來對庫斯克這邊進行打擊 那因為在前線每一件事情的決策都非常重要 目前 澤倫斯基可能是認為這個打下來 看起來真的就是會被折損 那我要怎麼辦 我要大舉換血 所有的決策我都要重新來換過那個大腦 所以呢像現在換掉了多名部長 而且連副總理通通都換掉了 澤倫斯的講法是透過這樣的方式 希望秋天的時候可以拿出成果出來 好甚至呢他們現在也改了一個武裝部隊總司令 因為啦他們就會認為 這樣子的一個不同作戰思維 有可能可以逆轉頹勢 但是重點還是在於你有多少的糧草 你有多少的兵力 因為前線也傳出他們總司令講的 說現在真的是人不夠了 所以不得不派 訓練不足的新兵直接上戰場 而且呢你要知道培養一個能上戰場的兵有多困難 培養一個會開F16戰機的兵有多難 好現在呢F16來6架 結果呢不才剛掉一架嗎 所以西方王幫這邊也質疑了 說你們的這一些步調是不是超之過急了 而且呢他們也認為這起事故呢 基本上對於匆忙培訓飛官 然後就馬上投入戰鬥 欸沒有人是這樣打的啦 如果真的是要用這樣的方式來打的話 那個折損可能反而更快 美方這邊呢眼看著戰事不太行 而且他們到9月30號有一筆預算即將要到期 所以再次趕緊來給錢 宣布了要給他2.5億美元的原污計畫 好同時呢在澤倫斯街已經抵達了 德國的這個美軍的空軍基地這邊 北越基地這裡要出席是烏克蘭 國防聯絡小組會議跟Austin見面 還有跟德國的國防部長一起來見面 討論下一個階段該怎麼做 那澤倫斯基特別去的原因就是因為 你要給我武器你還要給我鬆綁啊 你不能就是只讓我打到那個俄羅斯的邊境而已 你要讓我打進去 你可以讓我打到900公里這麼遠嗎 好美國的防長Austin 給了一個軟釘子說沒有任何一種單一手段 可以讓你扭轉乾坤啦 那可是呢該給你的包括什麼防空導彈啊 火箭炮系統啊火炮彈藥這些 我通通都會給你 然後與此同時北越再站出來講 說其實重點在中國啦 中國已經對於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戰爭 進行一個決定性的推動者因素 大家就開始來問怎麼突然這個解困眼上 又扯到中國就聽不太懂了 因為前線在打仗的不就是俄羅斯 不就是烏克蘭嗎 所以就要請教一下楊老師了 最主要是在打仗的這個路上 一步錯真的會變成步步錯 本來他以為說他攻進了庫斯克 感覺很厲害 因為我直接親銳了俄羅斯的領土 打進去了 但是沒想到紅軍村掉得更快 昨天負責這個庫斯克攻擊的 烏克蘭方的就是軍事的負責人 接受CNN的訪問 這第一次 可是我覺得很奇怪啊 你現在這個情勢很不好 你怎麼跑來接受CNN的訪問呢 當然就很清楚 這是一個國際的宣傳 他宣傳的對象還是美國的政治 然後美國的兩黨 為什麼 因為在昨天 就一天之前 川普在亞利桑那 他在造勢大會當中 他做了演講 他講了很多比較具體的政策 他中間講了有一點 他說如果選上之後 那就11月5號對不對 他會在President-elect期間 就會結束掉俄乌戰爭 就不用等到1月了 就不要等他1月20號就任 才是新的他的第二任 但是在11月5號到1月20號 這個75天 川普已經這樣子承諾了 你覺得Harris 賀錦麗 他上來會怎麼做 他會脫長一點 因為他基本上是敗歸賀水 可是也不會說再去支援 這樣子的戰爭的持續 為什麼 因為又是在昨天 美國的國防部長奧斯汀 他也公開的就在講 烏克蘭不斷的跟我們要遠程武器 要去打俄羅斯境內的軍機場 或者是後勤基地 現在大家都知道 烏克蘭其實去攻打庫斯克 目的大概就是為了這個 要遠程武器 要把戰線擴大 然後你西方美國就不得不 再繼續的軍援晶圓 以避免因為美國選舉上來之後 政治的壓力 而使得烏克蘭必須要面對 現在對他不利的現狀 來去做和談 這個不利的現狀 也就是大概他拿不回來 烏東四周了 所以就越來越清楚 我看了他的負責攻佔 庫斯科總司令接受CNN的訪問 你講不出什麼東西 他如果說前線是我的生命 也就是這樣子 但是各位 庫斯克怎麼可能戰場會再擴大 他也不過是往中的憋 等待俄羅斯隨時來處理 好像台灣 基本上其實你就看到 也就是這一次奧斯汀 美國的國防部長講得清楚 他不會給這個遠程武器 因為遠程武器 也沒有辦法改變戰爭了 這個有沒有聽懂 就是美國的國防部長 基本上已經認為 沒有一個單一的 這個軍事的武器項目 尤其是烏克蘭要的遠程武器 不可能再改變現狀的這個戰爭了 你不可能再去把庫斯科的佔領擴大 甚至打到俄羅莫斯科去 這當然不可能 你不可能再重新奪回 俄羅斯所佔領的這個四個地方 你甚至能不能守住現在 即將失守的紅軍村 都是很大的問題 你看看烏克蘭內部 所有的高層部長 通通在更換 總司令也更換 空軍總司令也下來 你還有什麼士氣可言的 所以他出了最後一招 要去佔領庫斯科 結果現在大家都知道 美國也等於是直接的婉拒了 你不要再來跟我要遠程武器 去打俄羅斯 打了俄羅斯之後 其實我就不知道 俄羅斯會怎麼反應 而且如果照澤林斯基講的 當初他決定要打庫斯科 美國都不知道 這個是我是懷疑 但如果真的照他講的話 美國如果把遠程武器給他 他會怎麼打 把他拿了去打莫斯科 然後戰爭就開始變得 整個北約被捲入 這個當然從一開始 美國就會很謹慎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情況 越來越嚴峻 然後就真的等待 美國總統大選出來 然後結束了時間 只不過是時間的 長短先後而已了 所以我就要請教一下 立正傑將軍 怎麼樣來看這個 戰線的前線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現在如果紅軍圈 被拿下來之外 烏克蘭這邊整個都被截斷了 普丁就直接講了 還真謝謝你去打了庫斯科 不然我還沒這麼好打 其實那時候我就推說 庫斯科這場戰役 對烏克蘭來講是一場豪賭 我現在大概知道 他打庫斯科的目標 是哪個目標 是他核電戰 如果說是烏克蘭來講 能夠佔領 庫斯科的核電戰來講的話 他在那邊加引爆來講 引起一場核 等於說我雖然說沒有原子彈 但是我在你的境內 用你的核電廠當原子彈 把它引爆 那會不會造成 俄羅斯自己本土的這種核污染 然後他被迫 就可能要接受核彈或怎麼樣 但是很明顯這場作戰計畫 可能已經是失敗了 這場豪賭可能已經賭輸了 我們知道 如果從拿破崙用兵的方法 我已經用過拿破崙每次用兵 他一定幾個原則 第一個就是說 他一定拘束跟打擊 我用很小的兵力 去拘束你一個大部隊 然後我用我的大部隊 集中U式兵力 去打擊你的小地方 現在來講的話 我們從這場戰爭看得出來 這個很明顯的就是可以說北邊 包括哈爾科夫跟庫斯克 這邊來講 烏克蘭自己自限兵力 將他的軍隊部隊投入到這邊 形成一種無效的兵力 推也推不動 進也進不了 更糟糕是也退不下來 但是在頓巴斯東邊這一線來講的話 很重要一個節點就是紅軍村 我個人認為紅軍村這場戰爭 已經開打了 大家不要認為說 是要攻進城裡面才要開打 因為就我防禦部隊來講說 我一定往前面推進 前面兩 三公里的地方 部署我的前哨陣地 或者是我火力夠得到警戒的部隊 派遣到這邊來 俄羅斯來講 他的攻擊來講的話 他的現在 以現在距離來講 可能不到3000公尺 等於三公里 三公里是什麼概念 就是用迫擊炮就可以打得到 他不需要用到後面的榴彈炮 也不需要用到飛彈 他直接用炮就可以撐你這個紅軍村 但是我們看這場戰爭 從這個幾次來講 我覺得烏克蘭來講 澤敦斯基完全就是只有政治考量 而沒有接受軍人的建議 譬如說我們一開始的亞述鋼鐵長 對不對 大家應該都耳熟能詳 還有巴赫姆特 巴赫姆特我們稱之為 角肉機的戰爭 那時候跟瓦格納軍團在那邊 拼到最後 我們那時候我一直認為說 是你應該保全有聲戰力 你為什麼要一直不對 一直不停的投進去 投進去一個鋁就死一個鋁 投進去一個鋁就消滅一個鋁 然後接下來第三場 就是阿富迪夫卡 大家回顧這三場戰爭 都很明顯的 這個我覺得澤敦斯基 犯了很大一個錯誤 他一直想要獲得一場勝利 然後來獲取北約對他的支持跟資源 能夠有 對北約有所交代 我能夠有一場戰爭 但是這場 這三場戰役裡面 現在大家回過頭去想一下 是不是都是角肉機的戰爭 等於說你把部隊都投進去 那俄羅斯也把部隊都投進來 雙方這邊打到最後 就是所有精銳 所有這個作戰力量都打完了 作戰講究先求全軍 再求破敵 如果說你沒有辦法保存 有聲戰力來講的話 你後續來講 你再好的戰術作為都沒有用 我覺得紅軍村如果說是很快 從這個阿富迪夫卡打完以後 打到這邊 阿富迪夫卡他們失敗是 今年2月份的時候投降 撤出阿富迪夫卡 烏克蘭撤出來 到現在為止 不到半年的時間 你看他已經攻到紅軍村了 當攻到紅軍村以後 我想說普京他的胃口 絕對不會僅止於烏東四周 我在推測 他會不會要求就是地捏薄河 這個以東來講歸俄羅斯了 因為當到達紅軍村之後 他一個是一個交通後勤的節點 他將你烏克蘭交通節點 不但是佔你的你 你沒辦法對自己 我軍自己做後勤補給 你要對俄軍來講 反而他有了一個補給很重要 一個這個節點 現在這種狀況 我認為說是後續來講的話 普京應該會大口大口吞 就不再是蠶食了 直接要的就是 可能是地捏薄河為戒 然後向東以外 他都要這個地方 當作他這個國家安全的一個緩衝區 好 剛剛立獎軍有特別提到 提不夠好 大概就是在這個位子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請教一下賓哥 因為現在戰事 其實跟先前已經不太一樣了 因為持續的在向前推進 然後就連烏克蘭他們的總司令 都很直接了白的告訴大家 我現在要送上戰場的 老實說我也不是很看好 因為真的是訓練不足 不可能訓練充足 烏克蘭哪有這個美國時間 慢慢等這些新兵訓練充足 就是戰事的情況這麼糟糕 這個是沒有辦法的事 所以我也覺得 北約是站著說話不腰疼 說什麼F-16不是這樣用 你要等他先訓練好再說 他要是有這個美國時間 就不用這麼急 他就是沒有這個時間 他不知道危險嗎 他也知道 但是問題是 你現在沒有飛機上去 就沒有東西可以打 就是這麼簡單的一件事 你行你上北約講得這麼大聲 你派飛機來對不對 你又不敢派 你好多飛官了 對啊 你們很多人可以來支援 你又不來支援 所以我真的覺得 都是在講這些風涼話很無聊 現在整個情況 對烏克蘭來講 我覺得最糟糕的是什麼 就是洪軍城看起來丟掉 大概幾乎已成定局 對啊 在這種狀況下請問一下 你接下來怎麼守 你要知道洪軍城 是你花了十年的時間 好不容易構築起來的一個防線 這個堅固的堡壘 被敵人拿去之後 接下來怎麼辦 你現在整個烏東 等於要門戶洞開 那你後面怎麼守 所以我覺得 現在不是去換什麼內閣 我覺得責任市區 做了一個非常嚴重的錯誤 你在已經軍事動盪不安的情況下 你大批更換閣員 這會讓人心更不安 士氣更糟 你有辦法快速拿出什麼 解決辦法嗎 也沒有 你說你要趕快讓大家更能夠 讓總統辦公室更能掌握軍情 請問一下你懂什麼軍情 你又不是軍人出身 你根本也不懂怎麼打仗 你控制得越多 其實是死得越快 你知不知道 實際上庫斯克 從一開始的齊襲 還獲得一個小勝仗 獲得一個戰果 現在已經變成一個大包袱了 你現在庫斯克 你撤丟臉 跟問題不撤這些人 可能就是到最後被人家圍奸 那請問一下 你到底要怎麼做決定 還在那邊挖戰壕繼續守 請問一下你守得住嗎 所以我真的覺得不要開玩笑 這個是非常嚴重的一個戰況 你要趕快下決定 因為現在不是面子問題 現在是如果你不撤出來 恐怕你整個會兵敗如山倒 對美國人來講 你看美國的態度已經超級明顯 我也不可能大批援助你 對 美國人現在就一點一滴 一滴都援助 你知道美國人在幹什麼 美國人希望你撐到11月 你撐到我選完之後 選完之後你可能就再見 所以烏克蘭人別人不救你 你至少要救自己 然後你看北約那個講了什麼話 他說都是中國在那邊援助 才會讓這兩戰爭不會停 我告訴你史莊登伯格 讓這兩戰爭要停 有一個福利抽薪之計 你叫美國不要援助烏克蘭 馬上這樣戰爭就停 那你敢講嗎 沒用的東西 必須也要講 我們現在看到就是美國 為什麼他最近又大批大批的 這個軍援過去 最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他們有一筆預算 9月30號即將要到期了 那他們又要選舉了 所以在這個接骨眼上 確實對於目前執政的政府來說 他希望盡量的穩當 因為在外交之外 內政更重要 你以為他國內真的都沒事嗎 下個星期就要辯論了 現在得先穩住 我們等等回來講